第二天早上问她说 老公 因为她有两个小孩 我想出家好没有 她老公没讲话 立刻就流眼泪了 那当然她就舍不得 她想 哎呀 算了 我可能这辈子呢 没有出家的姻缘 那我就在家修吧 然后反正在家出家都平等 她就自己安慰自己 结果当天晚上 她就梦到自己在铁围山上 做一个滑铁炉 咚 就掉下去了 当天晚上 所以可见梦 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系的 第三个 善根发露 假如你善根发露 透过精进诵经念佛做功德 梦见太阳 月亮 寺庙 佛法身三宝 师父或梦见共修的莲友 或梦见莲花 这都是善梦 所以有一个莲友说 师父我在八观灾界的晚上时候 说梦到莲花是什么意思 代表善根发露 恭喜你 但是也不要太执着 不要说 你看我今天做梦莲花 第二天我明天打众 莲花呢 莲花呢 莲花怎么还不出现呢 不要那么急嘛 她自自然然呢 这是一个善根发露的像 第四个 恶业现前 梦见刀光剑影 被人追杀或在梦中跟人家打架 很不幸这是恶业现前 表示你过去跟众生结过厄缘 或梦见死人或棺材 你觉得很恐怖 有些在像书上说 梦见棺材就会发财 不一定 要看你的绝授 注意听 在梦中 梦虽然是虚妄 但是你梦到的感觉是恐怖不安的话 大部分是恶业多 请问各位 假如你现在在梦中发财 中了第一套的乐透奖 乐透 对不对 就是发六盒财 请问你高不高兴 非常的高兴的 对不对 你非常的非常高兴 结果不小心高兴的时候 踢到一个蜡烛 结果一烧 全部的钱都烧光了 结果你醒来以后呢 你就说 哎呀 真可惜 可是你刚才在梦中 请问 梦中的感觉是真的还假的 回答我 梦中耶 在梦中 你的感觉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 你真的觉得你发财了 你乐死了 可是当梦一醒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说其实刚才 这个做的梦是假的 所以呢 那钱被烧掉 我也没损失嘛 所以梦醒了以后 你才知道那是虚妄的 但是我们在凡夫 在梦中 你们真的不知道它是假的 我们会执着 假如你在梦中呢 被老骨追了 拼命跑跑跑 吓了一身冷汗 假如你知道 梦真的是假的 梦你在做梦 那老虎来的时候 你就说 来 给你吃吧 我就不施波罗蜜圆满吗 我舍身为虎供养你吗 对不对 所以可见 我们在梦中的时候 我们执着那是真的 当梦醒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是虚妄的 同样的 注意听 我们在人生 也在做生死大梦 你自己所看到好的东西 你很留恋 不好的身心 很痛苦 可是当你成佛的时候 回头一看 你过去无量节 跟所有的众生 所以了解空性的道理 是很重要的 这是以后的课程 有英元将来再为大家讲 所以看这四类的梦 前面两个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跟四大不调和 这是假的 但是善根发露 跟恶业现前 这是真的 所以善根发露 你也不要太欢喜 恶业现前 也不要太恐怖 你要忏悔 你要知道 最近呢 做人处事 讲话要小心 你恶业会现前 比如说有时候 你看到 在做梦的时候 突然梦到一尊佛像 你同然没有去过 然后有一天呢 你去观光或朝圣的时候 就说 哎呀 这个就是我梦中间的那尊 一模一样的观世音菩萨 那表示 观音菩萨来度你 你跟这个观音菩萨有缘 你跟这个道场有缘 所以善根发露 要精进 恶业现前 更应该忏悔跟精进 这是一般来说 那至于梦 为什么会产生呢 在这个 心语梦的解释里面 有一章叫 转化睡眠为修行 我引了一个 南京诺部 任波切讲的 睡梦于且 产生梦境的形成原因 大概分两类 一 来自于业力的轨迹 二 来自于心念的明信 这个你可以记下来 第一个 来自于过去 现在 未来的业力 这跟身与意的压力有关 假如你最近工作呢 压力很大 那你会常常做噩梦 为什么 这跟压力有关 那这个身与意的压力 又分为三种 第一 过去是复杂的恶业 有时候你做的梦呢 诶 似乎不在这个地球上 好 比方说 我遇过 孟参老和尚 他就说 他第一次到古山 涌泉寺的时候 他就非常熟悉 甚至呢 他寺庙里面怎么转 转的呢 哪里去厕所 不用人家讲 他就知道 所以他觉得他过去 可能是古山涌泉寺的法师 他好多事都是出家人 所以你过去 试着复杂的业力 有善业也有恶业 有时候你梦见的呢 不在这个世界 而在他方的星空 所以也有人常常喜欢 梦见一梯或种种 那有两个原因 一个 可能你真的是外太空来投胎的 第二个 你科幻片看太多了 所以小朋友 不要给他看太多的科幻暴力片 真的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一切唯心造 第二个 今生 童年时期 所留下来的影响 不管跟好跟坏的 也会 包含性侵犯 暴力 或家庭破碎 所以作为各位父母 应该真的很谨慎 你要好好的珍惜你的家 要照顾你的小孩 第三 最近 身口意所造作的 比如你最近脾气特别坏 那你也会做噩梦 你最近呢 贪心正变重 在梦中里面 可能就犯戒了 那你要忏悔 第二个 假如你精进的诵经 念佛 拜佛禅修 在心很清静的时候 因为精进修持而产生的梦境 那个也是真实的 梦见上师 梦见本尊 梦面佛菩萨 梦见出家人 梦见参加共修 这个也是很好的梦 但是不管好梦跟坏梦 想到最后它的本质 都是空性的 你不要太执着 那这个梦境里面 各位注意听 我们每天 一天二十四小时 有三分之一都在睡觉 所以你活九十年的话 你睡了三十年 各位有没有算过 所以在西藏里面呢 或大乘佛法里面就会说 那我怎么让我睡觉的时候 我身体休息 可是我念头继续修行呢 这个它有它的方法 在藏传佛教就发展出睡梦余节 第一个要有高度的自我关照力 所以下面是我写的 就是你对于自我关照 要从止观跟空性三个去下手 第一个在睡觉之前 请问各位 你睡觉之前都做什么 有人听音乐 有人看书 有人呢 枕边田园蜜语 有些人呢 睡觉之前还发个脾气 骂了一顿 胖起来就睡觉了 有些人喜欢看书 可是我觉得佛教徒 你睡觉之前 应该先静坐一下 念念佛 念念咒 把你的心平静下来 然后再睡眠 这样子的话 你的噩梦就会比较少 所以指 调伏自己的心念 第二个观想 安住自己的心念 以净土中来说 睡觉的时候叫做莲花观 注意听 你观想你睡觉的这个床 四个角落 四个角落都有莲花 青色青光 白色白光 赤色赤光 红色红光 青黄赤白 四朵莲花都放光 中间你躺的大宝莲花 你爱什么颜色都可以 白色的金色粉红的紫色都可以 你就躺着 侧卧 然后呢 你就呢 默念佛号 不要出声 然后你就观想 现在阿弥陀佛就来接我了 就这样入睡 万一你断气 那你就跟着走吧 对啊 你怎么知道你明天一定会起来 不一定耶 真的哦 谁说我明天一定会起来的 不一定 未来无常的事情 谁都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在西藏里面 你看一幕 西藏的拉玛 晚上睡觉之前 都要把油灯洗掉 然后为了安全之外 把那个贡杯的茶杯灯反过来 然后把鞋子放好 袈裟铺好 这个就是我最后 这一生的一天 所以这样就很安详的入睡 这样的话 你呢 心呢 就不会散乱 而且遇到噩梦的时候 你还会念佛话 或念咒 假如你这样睡得很安详 第二天 你精神很好起来了 太好了 我继续行菩萨道 所以观是很重要的 第三个 对空性的体悟 就是你要知道 梦啊 本身是假的 我知道我梦中在做梦 你就能够知道 自己心性的本质 一般的佛友 都是对外面的东西很了解 可是你对你自己的心并不了解 所以为什么要修纸跟观跟空性 为什么要读金刚经 为什么要读般若经 为什么要读心经 就是破除你对很多很多的执着 执着像什么 举一个例子 像猴子 我那天有比喻过 再讲一遍 像猴子 动物园的猴子 右边当过来 他就左边抓一个 左边当过来 右边抓一个 然后你跑过去拿香蕉 猴子猴子放下来 然后我这边喂香蕉 他不要的 他会偷偷干着你的 因为为什么 他放下来就摔死了 第二个 他看你没注意的时候 跑过来 抢到香蕉 又回去拿一个 当过来 当过去 为什么 他要抓一个藤子 他才会有安全感 这个就是比喻我们的执着 我们为什么出家 要离开家人 就是割断你对世间 家人的亲人的留恋的执着 所以心要出家 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不割断你的执着 你是没办法体会到 空性跟心的本质的 好 现在来讲 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你睡梦的时候 保持很清醒呢 以下介绍六个方法 一 睡梦前保持清明的意愿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明天早上 九点公司要开会 那你就会说 好 我明天早上 一定八点要起来 我一定八点要起来 你有很强力的意愿的时候 虽然你闹钟 大概可能八点准时 或七点五十分 你自然就行了 千万不要像我前几天 老公跟老婆吵架那个故事 老公请起床 对不对 所以你睡觉之前 做很明确的意念 我明天一定要起床 这个就是很大的动力 第二个 透过静坐跟冥想 来增加你梦中的清明性 因为在梦当中 我们常常念头 自己是做不了主宰的 第三 用念佛或念咒 来训练你的心 但是呢 这时候你如果开念佛机的话 不要开太大声 因为太大声 会吵到你的耳朵 你自己睡不着 还有些连友非常的执着 一大早就要做功课 对不对 四点半啊 木鱼 哭哭哭 如是我闻 意识佛战 结果左右邻居讲 吵死人啊 我们在睡啊 吵死了 我们还在睡觉啊 其实你不要那么执着 不敲木鱼 心念还是有功德的 你不见到把三千大千的 世界众生都敲醒了 你才说 哦 我在做早课啊 所以要了解它的道理 在佛门里面是因为大众共修 大众共修我常常批语一样 就像军队的节奏乐队一样 它必须敲木鱼 大家才会统一音声了 所以一个人可以不用敲木鱼的 好 第四个 观想佛跟菩萨的本尊或谈神 你观想 你就观想 好像他在面前一样 然后入睡 但是不要太作意 听好 你太作意的话 你头会很痛痛的 因为气会往上升 怎么叫观想 很多老菩萨也会说 师父 我不太会观想 举一个例子 你就想你的爸爸跟妈妈嘛 不管你的爸爸妈妈 在世或不在世 你为什么会想到他 第一个 看到照片 第二个 想到以前 爸爸妈妈曾经跟我讲过的话 或鼓励我的话 你就好像想在 爸爸妈妈跟你讲话一样 你就观想佛菩萨 他在你的面前 这样子你就可以入睡 第五个 身心放松 修属习惯 呼吸一到十 十属到一 西藏人是属二十一 我问过他们 这是他们的习惯而已 修属习惯 deep breathing 深呼吸可以放松 然后你就安详入睡 当然你最好能够 吉祥握右边握 但是睡着以后 他自己翻来覆气 那就没有关系 有人睡觉的时候 还会踢人家 咚的一声 就把别人踢下去 有人睡一睡觉 要冻结了下去 不是枕头掉下去 是自己掉下去 那表示你的心是很粗的 最后修大手印 或是大圆满的无相禅法 修无相跟无念 也能够让你的梦境更清晰 好 讲了这些告诉你 修持跟梦是有关系的 接下来看下面一段 鬼二 七十二页的二十七行 鬼二 梦进入初驻 是见到位 前面的相似位 是指资粮位跟家行位 见到位就好像你在路上 真正见到了这条道路 要怎么走 请看祭诵第七十诵 有些人他在精进修 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会梦到诸佛 身相很庄严 而且是金色的放无量光 骗照十方一切佛国土 甚至是以泛因身 而为你讲经说法 或为众生讲经说法 这个梦是真实的 这是法华会上的加持力功德 先看七十一诵 佛为四众说 无上的妙法 见到自己 也参加在法会当中 甚至合掌也赞叹佛 这个谁是最好的例子呢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依他的师父 点他说 你过去是修法华经 回去好好修法华经 送法华经 修法华三昧 他昼夜送法华经 送到试真经境 对不起 讲太快了 是这个药王菩萨本世品 是真经境 是明法供养如来 他就入定了 入了定以后 他就回到临山会上 他就看到自己 还坐在他师父 会师法师的旁边 听释迦摩尼佛讲法华经 而且佛放光 骗照无量无边的世界 所有与会的大菩萨 文书普贤 观音地藏弥勒 通通大菩萨 他都看到了 这个就是法华经的功德力 这个叫正入见到位 入初注 七十二宋 闻大这无上的佛法 非常欢喜 而且用香花各种来供养 得到陀罗尼正不退转的智慧 陀罗尼是指得到一切的 咒语都通达 再看七十三诵 七十三页第二行 佛知道你的心 深深适适 深入无上的佛道 所以佛就为你受祭 而且沉醉 无上正等正觉 七十四 佛说 辱善男子 于当来是 因为你修 妙法连华经的功德 自利利他 会得到无量的智慧 就近成就无上的 成佛大道 七十五 这时候你会看到 庄严的佛国土 广大无边 而且有在家出家 四众弟子 也一起合掌听法 再看七十四页 鬼三 若你功夫更深的话 你会梦入 进入 住 行 像 地 你自己可以写 十住 十行 十回 像 以及十地 这是指修到位 请看经文 这时候你的功德力更深 然后呢 禅修越深 智慧也越增长 修法华三昧的功德力更大 这时候你会看 像七十六颂一样 又看到自身 在山林中 精修禅定 而且昼夜精进呢 修持无量的善法 甚至立刻 正到金刚经跟波折经讲的 一切诸法实相 因为你甚深的 法华三昧的功德力 一刹那之间 可以见到十方诸佛现前 十方佛就会现前 接下来再看第四类 在七十五页 第十行 鬼四 又梦入进入妙觉 妙觉那就更高了 对不对 妙觉 等觉 妙觉 这是指成佛的位 就近位 请看七十七颂 诸佛身色一切都是 庄严的金色身 各种 百福修相好 千福修庄严 这叫百福相庄严 佛的相貌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举一个例子 佛的耳朵非常非常的大 只要修一百节的功德 才会得到相貌 我说你看人家 相貌 对不对 有些人会觉得 我耳朵太胆 拉一拉 不是用拉的 是要用修的 我们石头山 有一个老菩萨也是 刚刚去年往生 他的耳朵 大得真的像佛一样 垂到这里 耳尖 这边 他真的多生多结 你仔细他观察 他非常发心 什么法会他都不失 人家骂他呢 他笑一笑 不要管他 我去拜我的佛 然后你打他 他就说 你骂完了没有 我可以走吗 他从来不生气 所以呢 这也是多生多结 修的 有时候呢 我看到小朋友 他的耳朵也非常非常庄严 我都会偷过去 你给我摸一下 对不对 你看西藏拉玛或仁波切 有些相貌都非常庄严 有些法师 大圣的法师 相貌也是很庄严 这就是多生多结 修的 那佛呢 这个每一个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或八万四千相 或八万四千好 都是多生多结 修福修会而得来的 甚至闻到这殊胜的 妙法莲华经 要为人解说 因此这个人 常常会做好梦 的确 我认识一位 就是妙境老和尚 他已经往生了 我就举他真实的例子 给各位听 他在诵法华经 诵三十年 他常常在诵法华经的时候 会闻到一香满事 就这个香啊 不是 不是人间有的 是天宫有的 满事都一香 还有 《诵法华经》 有时候会看到放光 听好 这个光不是恐怖 很柔和很安详的 这个在摩克波尔波罗蜜经 有解释 是什么呢 天人来赞叹你 他所以你会看到放光 天龙八部护持你 有时候他会散鲜花 然后你在《诵法华经》的时候 他会散鲜花 赞叹你 有时候你会闻到檀香 所以注意听 《诵法华经》 《华严经》 跟《波罗经》 当然送任何一部经 你都要有恭敬心 但特别特别是 《诵法华经》 《华华经》 跟《波罗经》 我举这三部经 你要有恭敬心 而且衣服都要很干净 然后呢 场所旁边要打扫干净 不要很执着 但是要有恭敬心 不可以说 哎呀 我这边再送旁边放个尿壶 然后呢 旁边放个垃圾 这样不好 为什么 佛跟菩萨不会执着 但天龙八部呢 他来护法 他如果闻到臭的味道的话 他会起嗔恨心 所以在《诵法华经》 跟《波罗经》的时候 佛友特别叮铃 要身心干净 然后很虔诚地送《妙法莲华经》 这样子的话 十方诸佛都会生欢喜 所以特别要有恭敬心 然后呢 那这位妙经老和尚呢 他常常做好梦 然后有一年呢 他被邀请到台湾 正觉经社 用截下安居 讲了两次 两次就一次有三个月嘛 两次就六个月 两年 一年三个月 两次 所以六个月 他从《妙法莲华经》第一品 全部都把它讲完 每天讲啊 至少讲四个小时到六个小时 然后截下安居 所以很多法师还来问他问题 他每天还要准备这个讲义 可是他就比较少打坐 但是因为他弘扬法华经的功德力 他亲口跟我说 他没有对录音带里面讲 他说当他每天讲完经回去 法喜充满的时候 他一打坐立刻就入定 而且是甚深的禅定 功德力比以前广大无边 身心非常的安稳 当他往生的时候呢 整个相貌啊 就像法华经讲一样 非常相好庄严 他微笑就走了 而且烧出来的摄子里面 有五彩的摄栗花 是因为他一生 弘扬法华经跟般若经的功德力 看下面一个祭颂 七十八颂 又会有时候梦见自己做国王 舍弃的眷属宫殿 以及种种最殊胜的五役六成的享受 到道场里在菩提树下 发心出家 而且坐在狮子的宝座上 假如你做这个梦 那就恭喜你 你出家已经因缘快到了 那假如是出家做梦 梦到这样呢 表示你讲经说法的因缘到了 举一个例子 香港有一位圣医老和尚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开放了到中国大陆 那他们师徒三个人呢 就去朝这个 大家知道 观世音菩萨的普陀山 梵音洞 对不对 每个人去礼拜 有些人拜的时候 会看到是在家或出家 有些是看到百一大事 有些呢 是会看到金色的观世音菩萨 有人看到千手观音 每一个人看的都不可思议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如果机会呢 你去普陀山朝圣 不要忘了一定要去梵音洞 你可以在那边大礼拜 念大悲咒求观世音菩萨 不要匆匆忙忙去那边 烧个香就走了 至少带半天吧 去禅修 那时候圣医老法师呢 他一生呢 弘扬佛法 他呢很想在中国大陆讲经 他自己也修观音法门 他就一直礼拜礼拜 结果他看到是什么 毗卢观世音菩萨 金色的 坐在法座上 拿一个金卷 而且观音菩萨 还把金卷交给他 这个代表呢 他将来会讲经红法 所以文革一开放的时候 他是中国大陆 第一个正式被批准的老和尚 讲地藏菩萨本愿经 因为他觉得众生 要相信因果 所以后来呢 他讲的经就有做 地藏菩萨经讲记 所以 若出家做梦见呢 服在菩提朔下 做狮子座 表示你讲经说法的 因缘已经到了 再看下面 七十九 九颂 若求道过了七日 你因为昼夜经浸 颂法华经 会得到诸佛一切的智慧 这是指上根立志的人 成就无上的佛道 得到辩才无碍 开始大转法轮 最后八十颂会为四众 无量的众生呢 讲经说法 经过千万一节 你都呢 不疲不厌地为众生讲经 甚至宣说无漏 无漏就是没有烦恼 自清净 他清净的无量妙法 因为自己的怨心 因为法华经的功德力 以及法华会上菩萨的加持力 你会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里的众生包含人 游民界众生 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的 游民界众生 你通通都能得度 最后你会度一切的众生 入无于涅槃 入无于涅槃像什么呢 就像烟已经静了 像点灯 灯油点完了以后 要灭之前会特别特别的亮 接下来 请看 总结 76页 更三总结 81颂 若后世中 若有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 能够受持读诵书写 为他人演说 这个祭诵里面只有讲说 事实上是包含使法行 受持读诵书写 为他人演说 都能够得到无上成佛的大力 这个人得到利益呢 就像上面所说的一切功德一样 好 终于我经文讲完 讲到这一个段落 接下来 为了鼓励大家 讲几个法华经的感应故事 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就会回答问题 第一 在宋朝的时候 有一个王猪自赎眼 他有一天呢 突然遇到贼 抢了东西 家里被人家陷害 就到 被关到地府里面 然后呢 被人陷害以后呢 他当然头上就长得 牢靠 绑住 可是呢 他 这个王居士啊 他一生都念 妙法莲华经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所以他在 经浴里面呢 他每天都在背 普门品的经文 有一天他就做梦 梦到自己坐在高的法座上 有一个修行的出家人 就给他一个经卷 上面提什么呢 光明 安乐行品 就是指这个 安乐行品 这时候还有很多 佛菩萨的名字 结果他打开来的时候 第一个名字 他忘记了 但是他说 他记得第二个名字 是观世音菩萨 第三个是 大势至菩萨 很多佛菩萨的 这个名号跟国土 都在那边 所以他就突然就醒了 醒了以后 他被绑的这个锁啊 自然就裂开 后来呢 他就重新上述 法官在判 最后呢 他就呢 这个所谓的 被人家误会的 这个 真诵经观诵 就是呢 这个 跟人家打官司啊 那呢 他就打赢了 最后呢 他就被释放了 所以假如各位联友 你在现代当中 你若是 没有存恶心 但是你被人家 污赖 是贪官 或是贿赂 你可以继续念 观世音菩萨 或念大悲咒 或念 法华经 普门品 或安乐行品 你一样呢 都会灿处业障的 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在印度 从前有一个国王 专门呢 奉饰的是 大梵天王 所谓大梵天王 就是说 他专门呢 供养啊 这个大梵天王 也就是外道 可是呢 他呢 都不相信佛法 可是他内心里啊 就是造了很多很多的 恶劣以后呢 他就觉得说 嗯 我应该呢 好好的呢 来学习佛法 因为我越来越老了 他有一天 国王呢 就请了有一个 有神通的沙弥 这个沙弥 只有二十岁 正德神通 而且专送妙法连华经 他就去问他说 国王就问他 听经佛法 有什么功德呢 他说 功德无量无边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在初发心 为了一个祭句 一个祭子啊 正法的祭子 都能舍身为虎 就像法华经讲 然后呢 欢喜赞叹 乃至发一言 自己供养三世诸佛 那功德都无量无边的 法华经里面 有首祭诵说 若人入塔庙 一称南魔佛 皆已成佛道 若人进入塔庙 念一声南魔佛 将来尽未来计 都会种成佛的音 这时候呢 这个沙弥有神通 他就对他说 国王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他说 从前有个大雪山 里面有个宝塔 宝塔里面有呢 放着妙法 莲华经的经文 有一个老人家 出家人 在诵经 诵经里面呢 因为大雪嘛 这个山窟里面呢 有两只狐狸 住在里面 可是有一只狐狸啊 当那个比丘回来的时候呢 有一只狐狸 非常的害怕 就跑出去了 然后呢 就在外面呢 因为很冷 所以风寒 就躲在那塔的旁边 脚下 有个凹洞 就住在那里 他说 另外一个狐狸呢 就住在里面 听妙法莲华经 结果呢 在听妙法莲华经 来生 一投胎的时候 就升到天上 继续学佛法 就见到十方佛 这位沙民就跟他说 你知道 在外面呢 怕风雪 到处跑的那个 外面的那只老狐狸 是谁呢 国王 就是你 那个呢 躲在洞里面 听啊 妙法莲华经的 就是我 我当时跟你 这样子 叫你进来 你就是不听我的话 你硬要跑出去 所以来生呢 你因为在塔旁边 所以有塔的功德 所以你做了国王 可是我呢 因为法华经的功德 升到天上 而且文法 现在呢 我成为出家人了 因为素氏的姻缘 所以我今天来度你 希望你要念 妙法莲华经 可见法华经 真的功德力是很大 再看第三个故事 独蛇升天 有一天 在印度 有一个比丘 也是天天作产 送妙法莲华经 结果呢 他有一条大蛇 就突然进来 那出家人呢 他也不知道 对不对 龙蛇混杂嘛 突然有蛇 他一看到蛇的时候 吓了一跳 他说蛇呀 放下你的称心 放下你的称心 对不对 你不可以害比丘的 假如呢 你不害我 你想住这里 那我欢迎 如果你有称心 就请你赶快走 赶快走 后来那个蛇呢 就跟他点点头 然后呢 就绕过来 就坐在他旁边 就静静地听 妙法莲华经 那和尚就不管他 就诵经呢 就继续打坐 打坐完又继续诵经 有一天他诵经 到中午的时候 看着蛇啊 就来了 蛇呢 来的时候呢 蛇的嘴巴上 叼着一个水果 然后他跟他点头 供养你 他就每天呢 拿一两个水果 供养他 那这个初夏恩 觉得说 哎呀 你这个人 还是蛮有善根的 你虽然堵入蛇道 你喜欢听法莎经 好 我就每天送给你听 所以他一送的时候呢 蛇就很安详地 这样缠着 然后这样子 就好像趴着一样 就听法莎经 结果过了一个月以后 突然有一天 蛇没来了 他就奇怪 我那个好朋友 怎么没来了呢 他已经叫蛇 为好朋友 然后他就问奇怪 他就走出去 外面一个悬崖 他就看到 怎么远方很臭的地方 很多乌鸦跑过去 飞来飞去 他就赶快跑过去 原来看 那个蛇已经死掉了 因为卡在一个竹子上 可是他嘴巴 还叼着一个水果 准备给他 这时候他突然想到说 哎呀 这个蛇为来供养我呢 被竹子夹死了 那我应该为他 诵经祈福 他就拿起沐浴 送妙法莲花经 送着送着的时候 突然天上啊 画了天玉曼陀罗花 然后呢 他闻到很多很多的檀香 而且呢 天古齐名 他就觉得 哎 怎么是这样子呢 天宫中有很多的鲜花 就供养他 这时候呢 比丘说 天宫中是谁啊 请回答 他说 弟子 我就是三鹰大蛇 师父啊 我就是那条大蟒蛇 谢谢你 因为你很慈悲 我每天 升法华经的功德力 我现在升到 涛历天宫 做涛历天王 为了报你的恩 我特别拿来香花 灯果竹来供养你 所以他是来感恩 那这个呢 天人呢 他还特别跟他说 师父 送法华经 功德力真的很大 我到天上的时候 曾经看过有两个人 一个是手 一放光啊 所有天上的天人的光 东东都不见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是他在 人道的时候 他天天写 妙法莲华经 所以他手会放光 还有一个天人 嘴巴一讲话呢 像曼陀罗花一样 出放光 而且声音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呢 他过去是天天打木鱼 送妙法莲华经 所以有很多的天人 都是过去在人间 修妙法莲华经 而升到天上的 因此 他讲完以后呢 这个比丘 就把这个故事记下来 然后记在 妙法莲华经的 感应录里面 我看到这一段 我也蛮高兴 我讲了这么多经 应该将来呢 我也嘴巴会放光吧 接下来 在下面一个故事 最后鼓励大家 在唐朝的时候 有一个法贤法师 他来中国度众生 他相貌非常非常的庄严 像阿南尊者一样很棒 他每天也送妙法莲华经 可是因为他相貌太庄严了 所以很多女徒弟 都很喜欢他 这下麻烦了 突然有一个处女 来看到他就说 哎呀 这个师父非常非常庄严 我应该呢 去看看他 结果呢 已经晚上了 结果那个女生 偷偷地跑到寺庙去 就想见师父 结果没想到 他进到呢 想要去见师父的时候 师父正在呢 禅堂里自己 送妙法莲华经 当时他一天送一部啊 送很送一部 当时他听到的时候 刚好送到是提婆达多品 还有龙女成婆 这时候这个女孩子 蛮有善根的 他听到这一步的时候 他突然觉得 我这样的念头是不精进的 师父是这么庄严的人 我是来求法 我不可以霸王硬山公啊 对不对 那我要对他恭敬心啊 这个时候呢 他就忏悔 跪在门外面 对着这房间顶礼 顶礼师父 也顶礼庙法莲华经 这时候他就想回家了 因为很晚 他突然就看到 我前面怎么变大海 有一个人相貌很庄严 拿着宝冠 然后一个才 拿着那个船 就跟女孩子说 善女人请上来吧 我送你回家 结果她就上去了 可是很奇怪的 她上去以后 她看到这个船 不是大海的船 衣服我都没有湿啊 结果上了以后呢 她回到家以后 她就睡觉 睡觉的时候 她梦到天人说 善女人啊 你因为听到 《妙法莲华经》 提婆达多品的功德力 所以你本来是有灾难的 可是呢 你能够遇到天人变化 护法神 晚上来接你 否则晚上是很危险的 她说 假如你能够好好修行 你将来不会投胎 做女生 会做男生 然后这个女孩子 一醒了 半夜下醒了 流了 汗流浃背 就说 哎呀 我真的应该好好修行 从此发心出家 到五台山 然后而出家 叫空慧比丘尼 一生送妙法莲华经 最后为别人 讲经说法 所以可见 法华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感应的故事 好 讲经就讲到这一段 接下来 等一下 我把讲完了没有 看一下 sorry 是不是讲完了没有 对 所以我最后要供养大家 一个记子 法华经 以及无量的大乘佛法 讲什么 讲心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有转变的用心 物质 外在环境会变 人事 环境也会变 个人的习气 个性也要转 最重要你的念头要变 所以整部法华经安乐行品 是身安乐行 口安乐行 意安乐行 跟誓愿安乐行 最重要是什么 你的心 所以供养大家一句话 很容易背起来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人不转 心要转 不要那么死脑筋 就这样子 你不转的话 是很痛苦的 接下来 过去未来诸佛 都因为诵法华经 跟大乘佛法的功德力 所以他眷属很圆满 所以假如你的太太 先生有学佛 那非常好 你前家是佛化家庭 若万一你家人没有学佛 也不要太难过 自己好好用功修行 求生十方的佛国土 到极乐世界 有一天你成愿再来 倒架此行 你成佛的时候 你可以度你的太太 先生 小孩 以及你的一确眷属 这个叫眷属圆满 看一看 华言三圣 中间释迦牟尼佛 毕露哲那佛 右边文书 右边普贤菩萨 华言海会大菩萨 也是过去跟释迦牟尼佛的缘 再来看 阿弥陀佛也是眷属圆满 莲齿海会 西方极乐世界 在十方佛国土里面 也是排行榜第一名的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 亲近眷属 好 你看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愿力 就有光中化佛 无数亿 所以度众生 挺好 要有这个愿心 但不要急 等你到了极乐世界 正到阿皮八指 不对转的话 你再回来度众生 都没有关系 当然诱文法师就跟他说 你们通通都跑到极乐世界 那这个世界怎么办 你放心 这个世界还有很多 佛菩萨的千百亿化身的 每一个的愿心不一样 这个不要批评 接下来看 文殊师利菩萨 他也眷属很圆满 这是你很少看到的探卡 文殊菩萨 他拿智慧剑 他也有两个大菩萨 也有莲齿海会的眷属圆满 接下来 我们常常念了 观世音菩萨 Om Ma Ni Be Mi Ho 你要总的观想 他也是眷属圆满 接下来 观世音菩萨 他也是在无量节以后 成佛教 普光功德山王如来 很有趣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 我就永远记得 我大概要一直度众生 度到观世音菩萨 那时候成佛的时候 我还要继续度众生吧 观世音菩萨 我上次说过 对中下根性的人才讲 上半夜阿弥陀佛入灭 下半夜观音菩萨成佛 所以 当然对上根性的人来讲 佛是无来无去 不生不灭的 所以念观音菩萨 跟念阿弥陀佛 跟六次大明咒 都能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有差别 假如你念阿弥陀佛往生的人 就会看到阿弥陀佛呢 永远在 但是你若念观世音菩萨去的人 你就会看到阿弥陀佛入灭 上半夜入念 观世音菩萨而成佛 这是为你的心所限 假如你是念六次大明咒去的话 你会看到极乐世界呢 是显密圆融无碍的 最后 最后一张子供养大家 这个是我在我的上师 肉身菩萨面前点着三掌灯 为一切的众生 发愿以回向 愿你常常听闻正法 你的心中常常有一法 正法的光明之灯 你有正法的光明之灯 走到哪里 你才能够像佛弟子一样 利益三千大千世界 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大家应当发愿 下面我就回答问题 我记了很多问题 有些问题 问得很好 一 师父 我常常晚上会 噩梦大喊大叫 旁人把我叫醒 请问这是什么 是你过去式的恶业 要忏悔 师父 我常常看到一些 阴影的东西 感觉非常可怕 晚上又开着灯才能睡眠 从初世我到现在都是如此 为什么呢 这个也是你过去恐惧心 有些众生 你只要以食善夜道来讲 你杀生 众生也会恐惧 你吓别人也会恐惧 听好 你跟小朋友玩的时候可以玩 但是不要半夜吓人家 吓人家的话 你常常以后也会被人家吓 所以你这个呢 是你过去式的恶业 其实你点着灯哦 佛菩萨会来 鬼也会来啊 对不对 所以消除你心中的恐怖 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 师父 请问我用海藏做佛事 师父会堕入八寒地狱 答案是不会的 你怎么会想到堕地狱呢 海藏 我们人死的时候 听好 现在有土藏 有火藏 海藏 各位还没听过一个叫 树藏 对不对 现在就是 古利西班尼 把你的骨灰烧完以后 北洋树 树就会长得很大 现在很多国家是要树藏 其实以佛教的眼光来讲 身体就像一个轿车 你的轿车啊 用完了 我告诉你 总是要换轮胎 换车子的嘛 所以当你神是已经离开了 24小时 或48小时 在七七 49天之内 以后 你已经投胎了 不管你到哪一道 你这个身体 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 当然在中国儒家的道理呢 就会觉得说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而且呢 对父母的尸体 要保留很完整 所以中国才用土藏 佛教是顺从 印度的文化 是用火藏的 当然要用海藏也可以 古来高僧大德也有说 火化以后 把我的骨灰跟面粉 或在一起投到大海里 跟大海结缘 这也可以 不过你要在海藏佛事的时候 先要问你国家的法律 跟环境 人不允许你 接下来 师父 请问 我们是否打从 出娘胎开始 就代业而出生的 对 我们都是因为 我们的业力而来投胎的 有善业也有恶业 师父 请问 燃香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 不可以烧香 是否事实 我想他讲的不对吧 在你 诵经念佛要做供养的时候 你最好初一十五 能够香花 灯果 竹都具足 但是你若什么都没有 你起码准备两个东西 一杯干净的水 冷的开水 不要用热的 因为热的时候 怕蚂蚁爬进去 会死掉 用冷的或矿泉水 水代表你的心 清净平等慈悲 第二个 要点香 听好 点香是最基本的供养 为什么呢 在天龙八部里面 有一个叫 前塔伯神 他闻到香 他就会千百亿化身 来接受你的供养 所以点香 没有不可以 是可以的 但是也要看场合 假如这个地方 密闭是 很不好的通夫 不要烧那个什么 葬香 熏得大家呢 都还没超度完 大家都晕倒了 所以要看状况做 但点香是有它的功德的 师父请问 受八观灾界以后 做梦梦叫莲花 有什么意义 恭喜你 刚才有讲过 善根挣扎 但不要执着 下面一个问题 师父我在放生以后 身体有发暖的感觉 但不是发烧 请你为我解答 身体发暖 代表你功德力挣扎 这是好现象 但不用执着 师父请问 在家居士 可以念愣严重吗 可以 什么法门 佛开任何法门 在说佛世界 在家出家都可以修啊 我没有听到说 哪个法门 在家居士不能修的 很少吧 除非有特殊的法 像白骨官 在家可不可以修 可以啊 也有人连有跟我说 师父我怎么可以修白骨官 我一修我太太 我先生就不喜欢我 错 两个人都提升嘛 对不对 所以 但是念愣严重的时候 注意 也要有恭敬心 我也曾经看过 有人流通说 你一念愣严重的时候 天龙八部呢 都要停在虚空 等你念完才讲 我去查 没这么说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谁加上去的 而且要在清晨的时候 大家没醒的时候 念愣严重 而且呢 上面不能有夫妇的房间 再推头顶 那我问你 天天每个人都跑到新加坡 最大的 最高的顶楼去啊 那我问你 假如你一念 当愣严重 天龙八部都不能停的话 全世界都在念大佛 走的念神严重 那天龙八部也蛮难 他就干脆不要来人间了嘛 所以这个都是后人家的 这在愣严经里 没这么写 所以我觉得 流通愣严经的人 应该把后面这一段删掉 你不要自作聪明 加了很多条件 当然要栽戒 要恭敬心 你要身心清静 我刚才说过 送华言法华般若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功德 最重要你的心恭敬心 很重要 下面 师父 什么是法念 就是你的念头 安住在法 叫法念 什么是净化身心 就是把贪嗔痴 烦恼转变 以这部经来讲 就是透过 身口意安乐行 跟誓愿安乐行 而转化你 这个就叫净化身心 师父 请问什么叫做 修持正法 修持正法 就是按照经论 文思修按照经的道理去做 而不是自作主张 师父 请问 往生背该怎么用 可不可以把往生背 盖在王者的棺木上 金光明沙又有什么作用 听好 这个是 东密跟藏密里面 特别重视的 往生背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咒语 有大白散盖陀罗尼咒 有尊圣陀罗尼咒 有大悲咒 传统上 往生咒 在清朝以前 只有被文武百官可以用 后来在清朝以后呢 康熙雍正乾隆 他是佛弟子 很慈悲 所以在清朝以后 就广为流通 民间也可以盖 往生背 陀罗尼背 那当人要断气的时候 他躺着的时候 从脚开始盖 盖到脖子 等他断气以后 才把脸盖住 然后你就开始助念 然后咒语的加持 会让这个王者 不跺三恶道 那等他要换衣服 或出病的时候 再把往生背 折起来 传统上往生背呢 是不火化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上面有咒语 所以你就把它折起来 盖在棺材的上面 或者是盖在 骨灰塔的上面 这样子 金光明沙 是因为透过 念过六道金刚咒 然后呢 要透过金刚上师加持 这个沙 撒在猴间或额间 它永不作三个道 这个都是东密 跟藏密里面 广度众生的方法 但是我会建议各位 不要等着人家放沙 你才去极乐世界 你还是修到你自己去吧 我阿弥陀佛接你 比较快吧 师父 有大德受八观灾戒 如果没有持戒 而破戒 会有什么后果 我不知道你的大德 是指自己 还别人 假如你是自己 受了八观灾戒 而不小心破戒 那要看 你若是起恶心 故意破戒 当然果报会比较不好 但是假如不小心的话 那轻微的可以忏悔 所以八观灾戒 还有分上中下 比如说不杀身 结果呢 你在寺庙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 不小心踩过去 哎呀糟糕 一只蚂蚁被我踩死了 那你不是故意的 听好 注意听 新加坡连友 常常都没有注意听 你要分 一起恶心 拿工具 断众生的命 这三个条件具足 才叫杀身罪 你们连友都很喜欢问我 动不动这有没有过失 动不动呢 这有没有犯戒 动不动呢 这个怎么样 可是你都没有问 你的心是什么 心才是最大的判断标准 当然杀一个羊 杀一个牛 杀一个人 那杀一只马鱼 果报是有不同的 因为它的业力不同 所以假如你不是起恶心 而故意破戒 那你忏悔心现前 你的戒体 必然还是会在的 但是假如你已经 不小心真的是 内心的恶业烦恼 现前外面也恶有 产生的破戒 那你八观灾界的戒体 就消失 所以要重新受戒 再提醒大家 假如也希望 新加坡的法师 特别注意 如果要见八观灾界的话 应该请在家居士 住在寺庙 因为八观灾界里面 有一条是不邪淫 现在很多法师 很慈悲慈悲 但是太慈悲了 受完戒以后 赶快回家 赶快睡觉 那万一先生呢 喜欢你 亲你上床了 那你就破戒了 所以严格说 八观灾界 最好住在寺庙 八观灾界 就是让你一日一夜 二十四小时 过出家人的生活 假如你没有办法 提供场地让人家 那你就不要 伴八观灾界嘛 伴就要如法一点 听好 知道吗 不要说 哎 没关系 随缘 随缘以后 你受了戒 结果回家呢 太太清理一下 先生清理一下 那你就破戒了吧 所以 伴八观灾界 一定呢 先要场地配置好 这个是我讲真话 我依戒经而说的 下面 修法华经 为人说法 没有持戒 能为称为法师吗 那是不可以的 法师是指 依法为师 当然你要按照 经论的身口意 安乐行去做 下面 师父 如果为灵命中人 耳聋的人 注念 是否有用 他在断气的八世田中 会听到佛号吗 会 耳聋你虽然觉得耳朵 是聋了 可是他的心事 还很清楚 我们凡不解 眼耳鼻舌 生意是分开的 但是自信显现的时候 跟佛力加持 六根是圆通的 虽然他耳聋 但是你摸他 他还是有感觉的 触觉 还有 你念佛的时候 你心电 还是可以跟他感应的 知道吗 所以 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 所谓的耳根圆通章里面 讲六根能圆融互用 所以对耳聋的人注念 是有用的 但是他会有一点障碍 所以你应该 虔诚地帮他注念 观想佛 放光照在他身上 他耳朵的功能 就会忏除 而且降低到最小的障碍 第二师父 我每天念 普门品 大悲咒 Om Mani Bebom 佛号 观音佛号 以修观音法人 求生祭徒 我也和普贤 行愿品有缘 每天如果没有时间 念整部普贤行愿品 可以照法会期间的 普贤行愿品的 祭送来念吗 如果有空 我会念整部 可以 最好是念整部 普贤行愿品 长行跟祭送 第二 若没有的话 长行跟祭送 才三十分钟而已 不要急 若只有祭送 耳时普贤菩萨 普观十方 而说祭约 然后呢 把所有的祭送 全部念完 也大概十五分钟 法会期间的 这个祭送呢 只有五分钟而已 很短 当然可以受持 甚至可以背起来 下面一个问题 很有趣 师傅 在五届里 有规定 不可以买 马票的吗 请问马票是什么 就是赛马 是不是 赛马 然后那个赌 哪一个马会赢是吗 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什么叫马票 乐透 你们新加坡叫马票 我想的是赛马 第一 一二三四 然后跑来跑去 我中第一个会讲的 马票 可见师傅 还是不太适合赌博的 我赌大概一定会输 那这里有些人讲 五届不能赌 听好 五届有些呢 这个看法不同 杀盗迎望久 因为他觉得 是买那个乐透的话 采券的话是偷盗 听好 假如你是用公家的钱 或十方常住的钱 是绝对不可以买乐透的 有些道场甚至说 哎呀我们现在经济很危机 很难维持 我们拿去买一下乐透 一种的话呢 搞不好可以盖一种 关西音菩萨维修 我跟你讲 绝对不太容易种的 因为你起的心 是不清静的心 用的方法 是不清静的方法 甚至有人说 师父啊我去买彩券 我用中了一千万的话 我就用五十万呢 来供养三宝 这样的心也不太对 你跟佛不在做生意啊 对不对 还二一天做五 一半一半做工的啊 所以受了五届告诉你 不要去贪染的人的心 所以有些法师说 以道界里面扩大会告诉你 鼓励你不要去买抢券 所以公众的钱 常住的权是绝对不可以 至于你自己的钱吗 那就随你吧 对不对 那因为佛在世的时候呢 并没有特别规定 像不可以杀到淫望酒 酒现在就在开源 在大乘佛法里面 听好这个答案 可能很多法师回答不一样 我的看法是 酒里面呢是 有些法师是 律师的话是告诉你 一滴都不可以喝 那是很严格 这是最好 像我自己 我在家我就不喝酒 因为喝酒会得到 愚痴的果报 所以我在家到现在 我头脑都很清楚的 而且酒呢会 酒后乱性会伤害别人 所以佛治杀到淫望 叫性戒 违反你根本的本性 所以他继续治戒 酒是遮戒 所以酒扩大为包含什么呢 安非他命 毒品 摇头丸 什么什么什么丸 这个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这个都会伤害你的身心 讲一个例子 佛在世的时候 就有一个幽婆色 幽婆色 然后呢 他就是呢 自己呢 从外面回来 结果很晚了 太太呢 因为等他等很久 没有办法 结果呢 哎呀 他就累了 结果一回来以后 他很口渴 其实他不晓得 他就看到呢 桌上有两碗白酒 他把他误以为水帮他喝 他就喝了 喝了一个就头昏昏的 昏昏以后呢 因为快要天亮 他肚子就很饿啊 结果隔壁的鸡 咕噜咕噜 母鸡就过来 他呢 动一个念头 刚好下酒菜 他就把他抓来 真的就把他砍了 砍了呢 淫欲心升起了 第二天呢 隔壁的女孩子就过来 妇人过来说 我的鸡怎么不见了 他把人家强暴了 所以后来呢 他们醉醒了以后 他带来说 你知道你昨天干了什么吗 他说我昨天什么都没做啊 他说 你喝了桌上那个酒 我不是给你喝的 那是要拜提供拜鬼 他说我饿了 我 感谢观看